这里是《生命记刊》的 新您对话栏目 我们今天非常感恩 我们又请到了冯伟牧师 来跟我们谈一下 今年美国大选的事业 在请冯伟牧师谈话之前 我想请冯伟牧师 带领我们听众一起做一个祷告 谢谢小秦师母 大家好 咱们来祷告 主要我们感谢您 感谢主 让我们能够有机会 一起在主的面前 在主您自己所启示的真理当中 来思想与我们日常生活 息息相关的一些重要的话题 主要特别是大选即将来临 我们大家都很关注 这也是关乎美国未来几年 走向的一个大势大飞的问题 求主您自己亲自 神联名诸佛密夏的时间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冯伟牧师在问你这个关于大选的问题之前 我想问一个相关的问题 最近有一个姊妹 她私下问我 她说 听说冯伟牧师因为在教会谈大选 被赶走了 是怎么回事 我都不知道是从哪儿得的这个信息 到底是怎么回事 冯伟牧师 谢谢 谢谢小金师母 最近我也是收到不少的弟兄姊妹 外州外教会的弟兄姊妹 都很关心来问我 听说我在教会里面谈大选 谈这个支持共和党 支持保守派 所以呢就被赶走了 谢谢大家的关心 谢谢大家的关心 其实如果您看我这个视频的背景 您也会看到我还在我现在所服侍的这个教会 过去几年所服侍的教会 在北卡本地 就大家所提的这件事情本身是真实的 是确实是有 前一段在教会当中 有一些弟兄姊妹吧 他们因为不满意 牧师讲这个保守的议题 那么也影响了一些不明真相的 弟兄姊妹 想试图要做这件事情 不过呢 我没有走 我还继续留在这个教会里面 也感谢神 现在教会弟兄姊妹也更加的同心了 我们感谢神 我们也愿意为着圣经的真理 为着维护这个传统的价值的观念 来继续 这个其实真的是一个背后 您看最深层是一个属灵的征战 求神 也求神怜悯 求神怜悯 谢谢 感谢主 感谢主 好 现在我就来问你一些问题了 就是 这次的这个大选 你就看 不管是主媒 还是民间的这些各种大媒体 小媒体 就是有两个非常对立的这个观点 就是为什么现今 包括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 为什么现今有这么对立的 两种对立什么 一种就是遍而不谈政治 另外一种就是政治挂帅 嗯 是怎么回事 是的 是的 其实我们确实也看到 今天美国的这个社会和2020年 当时在疫情当中的那次很特别的大选 和现在2024年 我们多多少少看到 最近这几次的大选 可以是说美国社会越来越分裂 越来越对立 那甚至呢 这样一种对立 进入到教会里面 有些基督徒 也是有两种很截然不同的观点 当然基督徒当中 直接表示自己 就是公开的支持 这种自由派的价值观念 这种极端的这个价值观念的 还是不多 特别是在华人教会里面 但是有一些基督徒 他们会这样的想 说这个教会里面 不要去谈政治 教会里面 我们就专注传福音 专注属灵的事情 专注读经祷告 就好了 那么呢 也有人提到说 因为今天在美国的这个 法律规定 是政教分离的 所以呢 教会不能谈政治 也是真的是一番的好意 出于维护教会 保护教会 以免呢 教会因为讲政治 所以就 这个免税资格被取消掉 等等 这样一些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理由 那么我想 在这里来分享的 一个呢 就是如果要是 当然还有一种 也有一种想法 就是说 选哪个都一样 这是 我来美国 时间也不短了 快30年的时间 这个虽然还不到吧 但是看到美国 这个社会的变化 以前呢 如果要是说 你哥在20年以前 大家说 选谁都一样 所以不用去 关心这个政治 这个我们就 好好地传福音 传福音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天下乌鸦 一般黑 这个反正两个苹果 都是烂的 或者说 这两个政策 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20年以前有这么说 我听到有人这样说 但是呢 我想小秦师母 肯定你来美国 时间好像比我还久 可能 那我们都注意到了 在近这十来年 越来越少 有人这样说 特别是到2020年 到今年2024年 我一个都没有听到 有人说 选共和党 选民主党 反正都是一样的 没有了 现在大家没有这样说了 更没有人说 这两个党实际上 本质都是一个党 再也没有人这样说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到 这确实是背后 有一个清晰的不同 明确的一个对立 那我想呢 我们基督徒 这方面 我们也要有一个清晰 明确的一个立场 关于这个政教分离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那我们呢 要特别的讲 就是实际上 在圣经当中 当然我们知道 圣经里从来没有讲过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政教分离这个词 那么美国的这个宪法 它的这个定规 是怎么讲的呢 它这个意思 如果您去看美国宪法 这个条文 它是说这个国家 不能够设立一个国家的 一个宗教 教派 这是针对当年在欧洲 包括在英国 有这个国教 这样来说的 也就是说 如果要是政府 国家 君王君主 他定立一个国教 然后呢 就去限制其他的这个信仰 自由 人本着良心 来practice 来实行他的这个信仰的 一个权利呢 那这个是不应该的 这个是 所以有人说 这叫做政教分离 政教分离 但是呢 从来没有说过 就是这个教会 或者说我们的信仰 不能够进入到 政治生活当中去 这是从来没有的 比如说您看 美国这个开国元勋 开国先赋 这些重要的国家的文件 那都是讲得很清楚 都是讲我们是 这个信靠造物主的 都是以实戒为原则的 都是以圣经的真理 所以我们常常叫做 Judeo Christian 这样的一个principle 为根基的 那么呢 在教会当中 也有的时候 大家觉得说 我们就是 只要关注属灵的事情 只要传福音 就好了 两耳不闻窗外事 就不要去谈政治 但是我们大家也知道 最近咱们 记刊联盟 小新师兄 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也访谈了不少的 牧者传道人 大家也都是 共同有这样一个声音 就是我们应该是 积极的 本着我们的信仰 也凭着我们基督 所有的良心 我们不能不讲 只要我们关注政治 是关注这些 与我们的信仰 生活 都息息相关的 甚至包括我们的子女 我们的家庭 密切相关的 这些社会议题 而这些社会议题呢 在政治的领域 你是没有办法去回避的 所以我们是可以去讲的 其实 老实讲 在十几二十年以前 那时候呢 比较福音派传统的教会 确实那时候 好像讲政治不是很多 有这些方面一些的顾忌 但是您知道 那些自由派的教会 我主要指的是西方 西人 包括 允许我这样说 你知道好多这些黑人教会 一直都是非常支持民主党的 而黑人的教会 他们是 都是很vocal 在这个政治方面的参与的 他们会直接把那些 民主党的候选人 请到教会里面去 我看到有一个叫 黑人教会 一个牧师 直接介绍某某的 这个候选人的时候 就说 our next president 就直接说 这是我们的下一任的 总统某某某 这个民主党的候选人 所以其实 我们在顾及的时候 但是 有些人从来 他们是不顾及的 那么我们也知道 美国的这个 川森法案 这个 关于限制 限制教会的这个法案 当然他今天呢 还是在被执行 但是呢 我们也只是说 我们不是去 公开的 明确要大家去投 某一个候选人的票 而且本身这个法案 是不是真正 合乎宪法 是有争议的 这就是有争议的 但是 我们去讲 这些社会的议题 我们去评价 评判 不同的政党的政策 不同的候选人 特别我要说 评价不同的候选人 他们的政策 是不是跟圣经 真理相符合 或者违背 这些都是完全合法的 也是我们可以讲的 非常阿们 感谢主 非常阿们 冯伟牧师刚才讲的 基督徒 我们必须 必须关心政治 因为他直接关系到 我们生活中的 点点地地 还有我们的孩子 还有我们的子孙 后代 我们要关心 但是怎么关心 什么是我们的标准 我有时候问一些基督徒 基督徒 他都会说 我不喜欢某某候选人 因为他有些个人特点 是我不喜欢的 那我们基督徒 就是说我们应该 来审核 来检查 这些候选人 或者两党的 哪些标准 就是说我们的这种 轻重 是怎么排列顺序的 谢谢 谢谢小金师母 其实我在这里 也特别想分享 我们在教会当中 有一些弟兄姊妹 他们不喜欢 比如说某一队候选人 具体来讲 比如说不喜欢川普 或者不喜欢 某一些的基督徒 刚才我们说的 在教会里面 我们好像有时候 形成两个极端 有的基督徒呢 又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 那么呢 可以我们这个 来说是一种 就是政治挂帅 这样一种的 这个思想 或者是我们的 一种行为方式 这样呢 也引起了 一些弟兄姊妹的 说重一点 有点反感 或者是一些的 逆反的心理 觉得我们基督徒 是不是就好像要 无脑的背书 某一个政党 或者无脑的 支持某一位的候选人 只要是这个政党 推行的政策 只要是这个候选人 他这个 所以讲的话 我们就尽力的去维护他 就把这个候选人 推称好像是 这个 perfect 天选之子 或者说虽然我们承认他 有一些的 不足 但是呢 我们就这样轻松的带过 实际上还是去 这个 这个 吉利的 在教会当中 甚至以 某一个候选人来划线 我真的也遇到过 这样的情形 只要你不支持 某某候选人 那好像就 施不两立 就把人家 这个 一棍子打死 那这样子呢 确实又跑到 另外一个极端 就会让 一些弟兄姊妹 看到说哎呀基督徒怎么是这样子 教会怎么是这样子 就产生了逆反心理 内心当中一种的反感 反而就更不愿意去谈这些政治的话题 那这个呢是很遗憾的 那我在这里 分享一下 我这里可以share 你可以share 我这个share screen 也是就是前不久 我在我们本教会 所讲的一篇道 后来也是摆在 摆在我们教会网站上 也摆在这个记刊的 网站上面 我这个讲到的题目 就叫做从圣经 来看大选 那么 我们谈政治 这个政治包括政客 包括政党 包括政策 当然你还可以加上很多其他的 这些的词 那我就在这里 和大家再次来分享 我在教会当中也特别强调 我们是要以我们的信仰原则 为根基 如果要说是什么来挂帅 就是我们的信仰原则来挂帅 圣经 真理 是我们脚签的灯 是我们路上的光 是我们唯一的指南和标准 这个不能偏 然后我们用这个圣经真理的原则 来去检视 不同的政策 或者说我们作为基督徒 应该支持的政策 然后我们再去看哪一个政党 他们的理念主张 比较能够反映这样的政策 然后进一步的 我们再去看这个individual 这个政客的个人 因为一个政党当中 这个也不是铁板一块 也不是铁板一块 有的政客 可能更保守一些 有的政客 可能更自由派一些 甚至有的政客 虽然在这个政党里面 但只是名义上的 in name only 所以呢 我们是大概这样的一个顺序 我相信这是比较 符合圣经真理 所启示给我们的一个原则 但是比较遗憾的是 今天有的时候 有些弟兄姊妹 把他反过来了 喜欢这个政客的 就喜欢的不得了 就变成了这个政客的粉丝 极力的维护他 甚至攻击其他 任何哪怕对这个政客 有一点不喜欢的弟兄姊妹 那么反对这个政客 讨厌这个政客的人 那么怎么样呢 就变成这个政客的hater never Trump never so and so 我就只要是他 我就永远不支持 那我个人认为呢 这个都好像一个极端 而且叫做舍本 逐末 本末 倒置了 你不要先去看这个政客 而且从一个最大的 最根本的方面去看 今天圣经所启示 给我们的这个信仰原则 价值观念 再清楚不过 再清楚不过了 那么呢 我们看哪一个 哪一方的政策啊 是比较更符合 圣经真理的 我为什么这样说 应该把这个政客 防在最其次的位置呢 一方面 当然我们知道 人都是罪人 对吧 都是不完全的 更何况 进入到这个政界 这些政客就是身不由己 身不由己 那现在呢 当然是这个 选票开路 一切是选票至上 为了来 这个得到选票 或者说为了得到这个权力 当然这背后 有很多的利益 所以我们就说 实际上我们基督徒看政治 也要知道这个政治 本身呢 它并不是清清白白的 并不是pure的 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得已的 一个权益之计 就是在神的一个许可的旨意当中 来在人间 选立王 选立这些的领袖 来治理这个国家 神的本意 从萨尔尔基上 我们看得很清楚 神说我要做他们的王 他们不要我做他们的王 所以千万不要 把我们一切的这个 hope 希望 把我们的所有的热情 都摆到某一个政客上面去 其实政党也一样的 政党呢 也是 它有它自己的这个 政策上面的一个长处 或者符合圣经真理的 但是也有一些偏颇的地方 但是呢 毕竟一个政党整体的一个政策和原则 它的力量更大 我在这里要举具体的例子 你可能比如说 你不喜欢这个政客 你很讨厌他 但是呢 这个政客 他一旦是当选了 就位了 比如他当选总统了 那么你要知道 他的周围会有相当相当多的 不单是一个智囊团 内阁 还有包括他提名法官 还有包括他去支持的 这些相关的 这些这个执政的人员 推行的这些政策 很多实际上他是什么样的 是在他的一个政党的 这样的一个范畴当中来做的 所以一个保守派 支持保守派政策的一个政客上台 可能你不喜欢这个人 但是呢 他会带来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政策的翻转 国家的方向 治理方向的一个翻转 这是无可否认的 具体来讲 比如说 我们具体到这个 讲到这个川普 2020年当选以后 他所提名的这几位的大法官 我们也可以看 我们可以对比 2016年当选 对对对不起 对不起 谢谢 2016年川普当选 到2020年这四年 这四年 他所提名的这个法官 这几位的法官 真的是 是相当的 在当这个法官的判决 他们也并不是 每一个判例 都是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 满意的 有些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但是整体上来讲 这个大法官 他们这个判决 最明显的例子 Rovey Wade 对吧 Rovey Wade 从这个联邦的层面上 整个国家的层面上面 把这个保护 堕胎合法化 这个推翻 当然实际上 他还是要 打回到这个 州的这样一个层面 这是可能我们后面 在谈到的 但是我们就看到 实际上你投票 给这一个政客 你是更多要看到 他后面的一个政党 那政党后面的政策 而这个政策 后面是不是能够体现 比较更符合 圣经的这个原则 和价值观念 要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不知道小金师母 讲的是不是有道理 您觉得呢 我非常阿闷 我就是你刚才说 郭文牧师 如果我就在想 假如2016年 不是川普当选 而是一个民主党当选 当时的那几个大法官 是换的极端的敌对圣经真理的 不把人民当回事 然后换成那几种大法官 美国现在的光景 那肯定是离圣经真理更加远 非常可怕 真的可以说是非常的可怕 所以有的美国人 他们就很通俗的讲 说这个投票选总统 与其说想总统 不如是选大法官 因为总统呢 四年任期 大法官是终身的 那我呢 还想进一步的补充说 还不单是大法官 就是你看他整个的 这个政策方向 他的内阁 他的相关的 比如说我再举这个川普的例子吧 川普2016年 他上来以后 其实很多人呢 不喜欢川普 觉得他这个一话两说 他本身呢 是一个商人 他最一些的政治方面 或者是看某一些的 在国际关系上面 看某一些的国家 政权 政府啊 他呢 可能有的 想法太简单了 啊 觉得好像 我跟他谈一谈 然后就就就就 大家就能够和好 但是他 整体上面啊 这个愿意有和平 在他 这确实也是要说 他四年做总统 确实没有打仗 这个无论如何 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 必须要承认 但是呢 他看某一些的政权 看某一些的政府 他的想法 就是过于简单 可是在他的这个外交啊 这个这个整个团队当中 有很多其他的人 啊 有很多其他人 那他们呢 实际上看 整个这个国际的局势啊 啊 受这个这个 这个国际的这个走向啊 他们能够看得更清楚 他就可以去提醒 帮助 平衡啊 这个总统 但是如果要是 另外一方上台 在某一些的这个重要的政策方面 外交或者内政啊 或者关乎这个啊 社会伦理 道德 家庭 婚姻等等 那么他们就会群体啊 这个这个 而为之啊 甚至连白宫里面来 什么样人可以来实习 这个都都不要小看这些事情啊 就整个他会把你 整个这个这个四年的治理的这个群体就改变了 你千万不要小看 是的 非常非常阿曼 不光是这 而且在那个奥巴马的期间 据说北宫 白宫 他还里面还有那个 穆斯林的朝拜的那些东西 是的 是的 但是一个保守派的一个 啊 这个 政党上台啊 总统当选 那么在白宫里面啊 在不管是他的外交部 国防部等等这些部里面就会有基督署的查经班 对吧 是的 是的 我也我也看到相关的报道 对 是啊 是 而且就是说 那个川普当总统期间 他去拜访教会手上拿着圣经 虽然有些人说他是不是做样子 但是至少做样子 也说明他尊重圣经 尊重有这样一群 爱读圣经的人 他想 讨好他们 这个 就是这种姿态也是一种好的姿态 他比你在白宫面前就像这个拜登一样 挂那个同性念 支持同性念的旗子 那不知道要好到哪里 那是非白之分啊 是的 是的 我完全同意 非常的同意 这个川普 他是不是基督徒 我们这个先放在一边 有人呢 就极力的维护说他是基督徒 那我看到的访谈 川普认为他自己 有永生能进天堂 他的理由给出来是说 他觉得他是一个好人 那这个呢 当然我们从福音上看 这个确实是 跟 圣经的教导 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不评价他自己个人跟耶稣基督的一个关系 但是确实是这样子 就像小秦师母说的 他自己本身 他同情 他支持 他的这个作为表态 是一个积极的 亲近 这个基督教的信仰 我们举例子 今年的这个复活节 为什么让这么多的基督徒 弟兄姊妹极其的难过 我们基督徒教福音派传道人联盟 我们发起的这样一个 这个全美 包括加拿大甚至国内有的弟兄姊妹也参与到 的一个反对和抗议 发了个公开信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拜登政府 他们把复活节的当天 宣布成为是什么同性恋可见日 在这个复活节的时候 白宫的传统 有所谓这个egg hunting 就小朋友们来 然后呢 捡复活节彩蛋的这个活动 他们怎么规定的 说彩蛋上可以做任何的装饰 这是拜登政府规定的 彩蛋上可以做任何的装饰 但是不能有基督教的这些东西 什么经文啊 这些的这些东西 可是我们对比一下 你可以不喜欢川普 大家也知道 我也不太喜欢川普 他有些方面 我对他不太满意 但是川普做总统的时候 他在复活节的时候 寿难日要来的时候 圣诞节要来的时候 我们看他所发表的 这样一个宣言和声明 那真的是 我们可以安闷的 我们应该安闷的 这是对 基督信仰 对我们的这个信仰原则 是非常的支持 友好的 而这呢 却会带来一个极大的影响 因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他是有一个榜样的作用的 那他手下的这一级一级的 这些的官员 整个他所启用的 这样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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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保守理念 从这个基督信仰角度 来引导这个国家 往一个相对比较正确的方向去走 这个作用 起的作用是很大的 感谢主 阿们 我们这一集就到这 待会儿我们还有下一集 请大家继续收看 再见 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